一小醒来,可舒服啦 现在身上呢,有四个黄水晶,三个水晶探测器 练金台再合成多两瓶炎热底堪药 往事决被登峰也不欠 直接进入模糊岛矿洞 就能够在这里收回一番宝贝啦 刚进来就看到了一股奇怪的花 没想到是蓝色花在 且没有往下的通道 那咱就只能够自己来了 就从这里开挖,挖一条梯子出来 诶,想到运气这么好啊 我挖到了奇怪的增头了 难道又是怪物的房子? 挖开旁边,还挖到了不少的灭银矿呢 站那站那,挖了一个小坑 看来我所在的位置就是屋顶 刚落地就发现了宝箱 只有模糊的柜子,床 这怪物住的房子,还是那么的豪华呀 而且,而且还有二楼 我的天啊,连门都有 这中间又有一个宝箱 这里安全,我就不客气啦 什么空箱子啊 好喝的房子,居然放着空箱子 上面呢,怎么说 还是一个空箱子 挡其所望啊 抱歉啦 我总不能够空手而归啊 怪物就让它们留来失所吧 带走带走 落地灯不能留 不顾床 我还在睡小木床呢 你们这些手下败将 怎么住的比我还好啊 哼,全部我都要带走 就这样子,房子全都被我掏空了 打开这扇门 嗯,好像是一堵墙 奇怪了,至少是有矿洞才对啊 不然找到出炉 我自处敲一敲 呵呵,这小房子也快破破烂烂了 我找到好地方了 看到岩浆了吗 一出来就看到了金金矿 我本来是打算泼石头的 发现这岩浆底下有黄水晶耶 这一颗真的是走了大运啦 那我就不客气啰 一颗两颗 诶,我怎么无法拾取啊 不慌,只有两颗 这底下的黄水晶 带走带走 看来里面还有洞穴 我又看到金金矿了 看来我这是走入了沙漠中了 再往里面走 发现好耀眼的矿石 还有那绿宝石呢 等等,那是什么啊 不快吧 我又发现了一间怪物房子 看来他们两是邻居啊 你们看,这里面的东西又是全新的 哼,看到这些东西就对不起了 带走带走 看到这么多东西 不带走怎么行呢 于是,我又把这里洗涎一空了 好啦,看来这是一人天注定啊 那我就在这里找金金矿石 拿出我的探测器放在地面 等待发出光芒 指引我挖矿 一阵光波出现了 正在探测 我先整理背包 诶,这水晶怎么还回来了 怎么回事啊 我再试一试啊 这一次我就守着你 诶,光出现了 来了来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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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妈呀怎么回事啊 这探测器不会是假的吧 多秒咯 失败 并且三秒摧毁啊 亏大了 这个商人买到假的探测器啊 小伯母 你们有过这样子的现象吗 大了 这次是 杨树